张老师到书局购买每支25元的荧光币和每支15元的中信币 作为有奖真达活动的奖品 张老师打算一共买25支币 其中荧光币至少买10支 若张老师买币的预算有500元 则荧光币可能买几支 那么我们可以先做假设 假设荧光币买X支 然后题目告诉我们说他一共买25支币 意思就是说他中信币就是买25-X支 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买币的预算500元来列出不等式了 荧光币买X支 每支荧光币为25元 也就是说他在荧光币的花费就会花25乘上X元 再加上中信币每支15元 去乘上他买中信币的支数为25-X支 那么这样就是他的总花费 那么这个总花费必须要小于或等于500元 因为预算就500嘛 小于500OK 等于500也OK 所以他要小于或等于500 接下来我们将他展开进行整理 会得到25X加375再减掉15X 小于或等于500 接着呢我们会得到10X小于或等于125 也就是说X会小于或等于12.5 那么这样就满足了吗 其实不是哦 因为题目里面有给我们一个条件 他说荧光币至少买10支 也就是说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线索 荧光币的支数必须大于等于10 所以X的支数必须大于或等于10 反过来写就是10小于或等于X 那么在后面我们列式的地方可以找到X小于或等于12.5的 合并在一起之后 这就是这一题最完整的不等式 10小于或等于X小于或等于12.5 前面小于或等于10 来自于荧光币至少买10支 后面的是经由他的预算所列出来不等式找到的范围 所以荧光币可能买几支呢 在这范围里面 他必须买的是整数之笔 所以答案他可以买10支11支或12支都可能